大家好 童文城突破 童文城我是童文勋 好 这个疫情时代嘛 这个疫情陷入胶着 我们希望这个情况越来越好 也有这样转好的趋势 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外岛的这个部分呢 这个县市长好像跟陈时中这个杠起来了 我其实在上个礼拜 我就很早就这个 有节目里面我就这样讲过了 我觉得我们的县市长都应该要知道 地方自治的权限 那这些权限呢 应该要把它发挥到极致 即使必要跟中央干起来 我觉得这个都是好事 乐观其成 为什么 我们从来没有把地方自治发挥到极致 因为好像整个国家呢 这个领土也不大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县市长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权限呢 好像都被中央给挤压 压缩到几乎变成是一个这个办事处而已了 尤其外岛长期以来医疗资源不足 那么县市长在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 既要保护这个国家必须要是完整的一个概念 要保护离岛的这个居民的生命安全 尤其我们知道离岛呢 有很多的这个家庭 事实上他们的年龄 他们的这个跟台湾的整个高龄化社会 超高龄化社会啊 事实上是显现的更清楚 所以高龄在面对这个病毒的时候 他们高风险 再来一般家庭呢 都是中年的这个子女呢 在照顾老年的这个父母 所以一般家庭居住人口呢 并不低 不像在这个本岛啊 有很多的这个小家庭 甚至是单身啊 在都市里面工作 那么如果他是这个租一个套房的话 进行租出每天也只有一个人 相对来说算是安全 那么家庭群居的情况之下 又要谋生 那事实上有很多的民众是相当恐慌的 所以关键在于疫苗没有进来 那么这些县市长应该要怎么样硬起来 在道路的这个管理 在警力的调配 其实县市政府有他的权限 那么这个部分中央是不能介入的 其实你说现在有一个因为疫情 所授权的一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特殊的权柄啊 这个特殊的这个条例啊 也不能够去逾越地方自治的这个限制啊 所以我觉得我乐于看到这些人在对这个法律的问题呢 我们把法律法条拿出来讲 把权限拿出来讲 把地方自治的这个力量跟精神呢 在趁这次的疫情 我们把它弄清楚 把它发挥到最大 这个是我觉得县市政府应该要扛起来的责任 但是你如果说 比如说像宣布这个四十四级的这个封城啊 这个是中央的权限 那地方当然就不能逾越这个权力啊 可是你在不逾越这个权力的范围 你还是海过天空很多事情可以做 那这些事情要怎么做 必须要发挥你的想象力 这个想象力不是凭空创造 而是都已经写在法条里了 好 那么所以我们回来看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好像拿了一个上方保健啊 指向哪里 就化水会减重 那么关键来了 有样学样的人很多 现在有很多的社区的管委会啊 就把这些东西都学起来了 自己呢超前部署 他不管法律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趁这次的疫情呢 把这些事情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权限 到底有多大啊 把它弄清楚 其实大家回去翻一翻 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区分所有权人 就是你是公寓大厦啊 或是你是同样是社区里面啊 那么你的私人的 区分所有权的那个部分啊 你有完整的处分的权利啊 可是公共通行的部分呢 本来就必须要供公共通行 比如说你的社区是有大楼的这个门禁 然后进去社区之后你是独栋的洋房 然后有一些这个 是大楼的这个建筑 有很多这样的社区对不对 那么一样 所有的建造在发出来的时候 这个社区都必须要同意 所以这个建造本身都会记载啊 你在社区里面的道路是供公众通行 这个时候呢 包括柏油路的铺设跟维护 将来的这个成本都是政府来支出 但是你就必须要供公众通行 所以门口设一个警卫把门关起来可以吗 不可以你必须要供公众通行 你顶多在门口设一个警卫啊 然后呢必须要换证 然后也没有强制力 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今天来看哦 你不可以去限制你的这个住户 你说都不可以有这个朋友来访 你凭什么 你告诉我你的法律依据 因为现在有疫情 所以朋友不能来 我知道有很多大楼就规定就是说 外送的人员啊 都必须要在大楼的一楼做交割 你不可以跑到楼上去 因为怕会影响其他的住户 不可以跑到楼上去 这个可以理解 因为这个是属于商业的这一块 好服务的这一块 那么如果大楼不需要这个进出的人员 因为你大家都叫外送啊 然后会影响这个 因为进入电梯啊 这个会影响 那么做一些限制 我觉得这个大楼应该 大部分人是可以配合的 可是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例子哦 这些大楼的管委会 已经不是管委会 是皇委会了 有个例子就让人家特别觉得说 特别觉得愤怒 就是有一位医护啊 他跟他父亲都是医疗人员 他们是第一线的这个医护人员 那因为他回不了家 可是家里呢 就一只猫 这猫啊 他就托朋友就是说 帮他回家去喂猫 照顾一下猫咪 因为猫的这个个性就是说 他习惯这个生活空间 你不要去移动他 尽量不要去移动他 然后呢 结果这个管委会啊 竟然下了一个封杀令 就禁止他的朋友 进去他家 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那就准备好一个这个 刑事告诉状 如果这个警卫跟大楼的 这个管委会啊 竟然用强制的方法 禁止这个区分所有权人啊 甚至连朋友去他家开门喂猫都不可以啊 这是完全违法的 甚至有犯了强制罪的问题 所以社区管委会跟这个警卫啊 就准备要吃牢饭吧 至少会犯一个刑事案件 搞一个前科在那里 如果损害的话 应该要请他们赔偿 为什么 大家不要搞不懂法律 你自己想象就是说 我可以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吗 不可以 第一个 现在以新北跟台北来说 现在是三级的管制 对不对 三级管制的防疫的要求是什么 第一个 他必须要戴口罩 你只要在公共的空间道戴口罩 而且现在大部分的大楼都要求 就是说你进出戴口罩 十连制之外呢 必须要怎么样 消毒你的手嘛 那么做到这一点 你不可以再多更多的限制了 这个就是 根据现行的法令的要求 那根据公寓大家管理条例呢 也根本没有给予这个 这些管理会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权限 甚至现在有一些这个住家在施工啊 他必须要这个修理冰箱啊 他必须要修理冷气啊 那这些修理的人员能不能进去室内 当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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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楼的这个官员会 或是警卫搞不清楚的话 那就告诉他 你们让人家强迫别人 为无义务之事 或者是说不为 无义务之事啊 就是我没有义务去这个不能修理 我的或是装潢这个住家 那么你强迫我不能修理 这是不为啊 或是为一定的行为 就是说要求他一定要这个 把房子这个大门这个封起来 把他封锁 或是说不可以进出他的这个家门 这些都是违法的行为 如果我们今天说 我不遵守你这个无理的这个要求 然后直接要往里面走 然后他用武力 用强制的方式来挡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强制罪 这个强制罪是公诉罪喔 一旦提告之后是不能撤告的 那么这个案子就会 这个卡在那里 所以不需要这样子做 我认为啊 什么叫做七二一原则 七分互助 七分自助 两分互助 一分公助 这个原则就是这个时候要发挥他的美 两分互助这件事情 就是靠社区啊 社区之间 我们今天对着一线的医护 那人都不会生病吗 他们愿意冒着自己的生命的风险 不能回家 不能照顾猫咪 只是请朋友进去社区里面喂猫 都要被禁止 然后这个猫呢 就被装到笼子里面放在警卫室 但是猫没有办法被你放在笼子里面 一直放在那里 我们对于这些宠物 应该有足够的爱心哦 然后对于一线的医护 不要歧视他们 应该要将心比心 换作是你的子女父母 他们在第一线从事医疗行为 冒着这样的风险 那个你于心何忍 情何以堪 何况这样子做 真的是违法的行为 所以我在呼吁现在的这个 这些管委会啊 千万不要触法 我们下一段进来 里头竹长时间盯着3C商品 造成眼睛疲劳酸涩 更容易导致近视 圣界大县镇特别推出 眼罩加护警优惠组合 大家好 所以有关于现在相关的规定啊 甚至有这个管委会就是说 你室内装修啊装潢啊 这个不可以有五人以上 不懂法条就不要去乱解释 其实你只要随便Google一下 连陈志忠自己都有 对这个事情有做过这个说明 他说五人以上 室内不可以有五人以上聚集 是讲聚会 是讲聚会 那如果是家人 你同住的家人有五人以上 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说 在家里面也尽量戴口罩啦 有这样一个说法 但是事实上是很难做到 可是不包括工作 所以我们再讲一次 室内不可以有五人以上聚集 是聚会 民众的聚会 比如说你找人来打牌啊 找人来唱歌啊 找人来聚餐啊 不可以 即使是亲友之间的聚餐 也不可以 五人以上不可以 可是如果是工作 比如说公司啊 现在大部分公司都还在工作啊 并没有停班啊 对不对 那么就可以工作 然后居家装潢呢 超过五个人以上也一样 有些公班就必须要有这样一个人数 他才有办法施作啊 当然就可以施作 所以不要搞错了 现在有很多官网会说 不可以有五人以上聚集 你不要看五人以上 你要看五人以上 规定的是谁 限制的是谁 那大家都对这颗病毒啊 人人自为嘛 可是人人自为之余啊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多一点 对法律的理解 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权利义务 到这个权利义务是什么 不要愉悦这个分寸 今天不是说我们今天是个管委会 于是我变成太上皇了 我可以这个插手介入 或者是去限制 区分所有权人的这个权利 对不起 没有任何法律授予你这样的权利 如果没有法律授予你这样的权利 而你强制 但是你用你的实力 你有警卫 你就强迫去这样做 那么你自己跟警卫本身 都已经触罚了 这有刑事跟民事的责任 民事的责任就是 那你随便去阻挠别人施工啊 那么可能遇到下雨啊 淹水啊 他施工没有办法这个完成啊 然后工班的这个持延 造成增压的成本 当你们要负责啊 再来是现在是进入梅雨季节啊 对不对 所以你一味的禁止人家失作 那造成的损失算谁的 算你的啊 所以这个民事跟刑事的责任 自己想清楚 那么不要在这种这个疫情的时刻呢 还要去劳烦这个警察 来这个处理这样的一个纠纷 再来就是这个 对于法条的这个理解呢 如果搞不清楚的话 去Google 在不然的话就去咨询 我们现在的主管机关 这是免费的嘛 在不然就去咨询律师 那你就可以知道 人与人之间的权力义务 要互相尊重 要有分寸 那今天如果真的进入四级的这个管制 当然事情就不一样了 但是现在是三级 然后我们可能还会再往下调降 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说人都在努力 但是不要把社区当作是这个 好像是你的最后的堡垒 不可以攻进去 其实真正现在最危险的是四口之家 五口之家 真正危险的是在你的家庭啊 那个敌人就在本能寺 但是真正的危险 不是这一些靠着劳力吃饭 的这个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每个人都很辛苦 如果我们今天 要断然采取封锁的态度 断然采取封城的话 我们真的是还没有这个病死 就已经饿死 经济的问题 台湾没有那么多的实力可以撑 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么多的这一积蓄啊 可以撑过这一波的疫情 政府也没有条件 我们今天说我们这个封城第四级 然后那就要开始像美国一样 他必须要把补助发下去 这个也没有什么排富不排富了 就是无差的人就要发下去 因为很多人表面上有房子 事实上呢 他并没有现金 那你把他排富了 对他来说 他一样是受疫情所损害的这样的群体 排富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 没有道理 所以我相信啊 如果可以不用排这个四级封城啊 这个政府是不会动的 那我们要维持一定的理性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其他的城市的这个例子啊 所谓的超前部署 我们超前面的人的经验 他们封城 然后经济受不了了又打开 然后这个疫情反反复复的这种情况呢 我相信台湾不会遇到 为什么 因为疫苗就在门口了 所以只要政府积极的去协助 民间的力量也加进来 然后自己拿着原来的契约去跟原厂要疫苗啊 你照着原来的schedule去要疫苗啊 那么两边的力量加重起来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很好的国际的疫苗 有人愿意施打 有人不愿意施打 这个是自由的 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就是说 今天政府一味的要去这个 扶植所谓的国产疫苗 而强迫公务人员 你最后采购的这个额外的这个疫苗 竟然强迫公务人员去施打 或者是我们的军队 这是最大的一个族群 去施打你买来的国产疫苗 那么这个政权就会面临最后的民意的反扑 因为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社团 过去都是对于这个政府呢 都采取支持的态度 对于蔡英文的论文的问题呢 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大家心里有数 但是呢公开的时候呢也不讨论 但是我最近看到有很多的社团 有很多的这个NGO啊 他们在讨论的群组里面呢 所有人都非常的愤怒 这个愤怒是因为大家都有经验 大家都知道采购是怎么一回事 大家的试读能力也都非常的高 很多人都是放羊留学的博士 阅读英文对他们来说 查资料对他们来说 一点困难都没有 所以当你说国外的这一些疫苗 都没有经过三级的试验 其实疫苗答案就出来了 那么你可以骗一次 你骗一次之后 所有的人对你的不信任 以及开始揣测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支持国产疫苗 支持国产疫苗没有人反对 但是请照着国际的标准 把程序走完 如果今天就如有一些人猜测的 因为现在国产疫苗 进入第三期必须要经过 国际的不同国家 尤其像在印度 现在疫情爆发 之前他们在巴西做 现在印度 但是因为大量的疫苗施打之后 你可能会找不到 试验的对象 因为没有染疫的人 你找不到了 那么你第四期可能完成不了 那第四期完成不了 难道是要在台湾做吗 如果你完成不了 那也是你当时投资的一个决定 你可以继续发展第二期的变种病毒的这样的疫苗的发展 你还是可以找到没有感染过变种疫苗病毒的这样一个施打的对象 然后这个现在蔡英文跟前副总统陈建仁呢 都已经出来护航这个国产疫苗 陈建仁夫妻说 哎呀我们施打了这个国产疫苗之后呢 没有什么样的副作用 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 这有什么意义呢 一点意义都没有 第一个 你怎么知道你施打的是国产疫苗的这个 试射的这个 试注射的这样的一个疫苗 还是说你打的是这个生理食盐水 第二期其实还是有做这样的一个对照组 虽然比例不高 我现在看到的资料是 只有14%的人施打的是生理食盐水 其他这个86%的施打的是轻重不一的这个剂量的这个疫苗 再来陈建仁夫妻已经有一定的年纪了 年纪大的人对于这个疫苗的施打的反应本来就比较弱 第三个 可能这个疫苗呢 根本一点效用都没有 所以他实际上跟生理食盐水没有什么两样 好 那还有一个可能性是这个疫苗真的很棒 这四种可能性并存着 可是 陈建仁却跳出来为国产疫苗护航 为什么要这样做 再加上陈时中 这三个人到底在干什么 其实我们心里有数 大家会看着 就是这个政权呢 是怎么样把自己弄到垮台的 我们下一集见 加入VWTW会员 搜寻LINEID加入好友 加入好友后 点击聊天 开始操作 点击点子登入 如右图 依序回复完成注册 加入付费会员 享有专层 享有专属优惠 点击大图 点击您想订阅的会员方案 填妥信用卡号等有效资讯 完成付款 晋升为金传金植会员 谢谢您的支持 低头族有救了 妙招改善颈椎病 轻松解除颈椎的不舒服 使用远红外线养生护颈 减轻颈椎不适 低头族长时间盯着3C商品 造成眼睛疲劳酸涩 更容易导致近视 圣洁大县镇特别推出 眼罩加护颈优惠组合 姐戴的不是口罩 姐戴的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请拨打客服专线 或用手机扫描QR Code 了解更详细的产品资讯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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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